第一次的舞台你當時穩真的不得了 然後你的情緒很到位 你的層次很優美 你這麼11歲而已 你就能夠詮釋這樣的歌曲 所以你是很厲害的 真的今天展現很好 品硯啊 這首歌有兩個關鍵的地方很吸引我注意 就是你一進歌的時候就覺得 哇 一進歌 情緒就這麼穩 那麼清楚的告訴我 你要用什麼樣的態度來唱這首歌了 然後最後一句 我來看 我覺得這歌如果沒有練到一個程度 沒有對音樂就是很有感 很多練習的時候 沒有辦法把我來看這四個字 唱得這麼不一樣 不一樣的開始就好 我尖叫你 要不要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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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到兩晚 你心哭不相處 有我來看你 念你的心裡 今晚到兩晚 你心哭不相處 有我來看你 你心哭不相處 你的聲音真的是很美聲 然後我覺得你的 我最喜歡你的高音的部分 你的高音很圓潤 然後你非常的 那個口氣的起伏 我覺得尤其最感動的是副歌的時候 你那個口氣起伏控制得很好 品硯就是這個年紀沒有想很多 反而在這樣一個美聲 在詮釋一些句子的時候 讓我很有感的 而且越來越 就是放心的 就是隨著他的聲音 就被拉進去 走你就在於是 你最有感的 只要有感人 像你最有感人 就在於是 歐登上去 把你最有感人 把你最濃的心裡 把你最有感人 如我為人家風光 是誰輕輕的感謝 我本著人的苦惱 將人的手交給我 願我審命來不打 將人的手交給我 將人的手交給我 用我審命來不打 將人的手交給我 將人的手交給我 你的整體讓我真的是感受到 出生之毒不怕火 你的整個颱風 你的音色很美 然後這首歌 層次處理得很好 尤其你 你的整個在唱副歌高音的地方 好像那個高音出來 就殺掉所有人了 所以我覺得你的未來 當然剛剛雅雯老師講的 我很同意 就是說在畫面感這件事情 可能要再去雕琢 然後把那個文字唱出來的時候 讓大家就想到 你跟阿嬤的時候 在牽手在走路的時候 你們彈笑風聲的那個感受 可能要更多這樣的描述 這個歌就會更入歌 不過已經很棒了 好 一路走來 總是有氣有臉 你是我的王妞 我感謝你 祈求您唱北冠也比我 想出你的心情 一路走來 為你唱我冬冠心 一路走來 為你唱我冬冠心 你真的太棒了 你這個孩子 我不曉得怎麼形容你 我上個禮拜才講 你有一個轉音 沒有轉得很漂亮 你今天就展現了最漂亮的一個轉音 讓我聽到了 對你的思念不禁淚光閃閃的這一句日文 你唱得真的那個細節 小細節 整個起雞皮疙瘩 然後你的台語呢 唱得讓我覺得 你的抖音自然到非常非常的自然 你那個主人得很好聽的 太漂亮了 毫無瑕疵 太棒了 聽你那句 我好像愛情失去 那隻愛情的白天溪 那三個字是我聽過這首歌唱得最美的 我好想起 吃死去愛情的白天溪 但我相信你不是刻意做出來的 那是一種天分 自然 尤其你唱歌很享受 尤其你唱歌很享受 我好想起 吃死去愛情的白天溪 尤其沒空想起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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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起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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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君への思い流そう